阿美姬姬 这个直径1.22米的冲气球 叫做健球 是一项三队同场 男女混合作赛的身兴运动 接不到球或者犯规 其余两队就得分 斗志有斗力 我们要有不同的策略 去尝试令到自己得分 用力量和速度去接到球 然后再用力量和速度进攻 令到别人接不到 香港健球总会获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新兴体育活动资助先度计划资助 举办免费健球体验日 给市民一尝健球的乐趣 总会也利用资助 在校园推广健球 希望学生透过这项运动 学到与人相处之道 天堡其实很着重三大精神 包括尊重、包容和团队合作 除了尊重你们的对手之外 还要尊重裁判的判决 还有要去包容 可能有些参加者 他没有那么强的 没有那么厉害的 你都要一起去和他合作 而不是去埋怨对方 当然团队合作 很多运动都会做到 特别是四个人去做一个进攻和防守 团队合作就更加之重要了 同样获新兴体育活动资助 先度计划之助的 还包括匹克球 是一项集合羽毛球 网球和冰冰球技巧 可以和残疾人士 同场比赛的新兴运动 比如比赛球的拉扎 网球的抽击 羽毛球的钓球 完全是在这个派球场上 可以运用到的 其实这个运动 就适合不同的年龄阶层 小朋友 以至老友记 甚至乎是坐轮椅的朋友 都可以一起玩这个运动的 因为它可以快可以慢 最重要其实是自己可以调节的节奏 所以其实是一个很适合推广的传闻运动 中国香港匹克球总会 运用资助开办匹克球基础证书课程 给市民体验匹克球的趣味 而高速进双健共用 试了就是要坐轮椅 要控制轮椅之外 你又要控制快扒 又要控制球 这是最难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 他们都会分享打扒球的知识给我们 都是一个挺好的体验 新兴体育活动资助先渡计划 资助本地体育机构 推广新兴体育活动 希望为市民提供更多的选择 也都鼓励市民多参与体育运动 现在每个体育机构 最多可以获得资助金额15万 又或者是个别活动的合资格 总开支的85%资助 以资助金额较低者为准 在2023年至2024年度 先渡计划会向21个体育机构提供资助 举办大约330个活动 供超过1万2千名的市民参加 新兴体育活动资助先渡计划 下年度的申请将会在2024年初展开 请不吝点赞助金额